大家好 今天我们讲第11课 第11课讲了一个比较简单的 入门级的问题 就是判断回文数 回文数在计算机里面 是一个非常非常经典的一个题目 我回文数什么是回文数 就是一个字符算 如果它反过来 它是一样的 那么这就是回文数 那比如说ABA就是回文数 那121就是回文数对吧 那你可以看到它有 其实有两种 一种是基数的字符 那么它中间那个是比较独特的 对不对 如果是偶数个 它就没有中间那个 121对不对 那我们一般来说判断 空字符算也认为是 它是一个回文数 然后任何一个字符的ABC 这个我们也认为它是一个回文数 因为它反过来的解释它本身 然后我们今天就来写这个判断吧 就判断一个回文数是否 一个字符算是否是回文数 那我们可以根据定义来写 比如说我们可以写判断 E is Pylinger 对吧 Pylinger 然后我们判断S S是一个字符串 那么我们就比如说要判断 就要实现这个函数 那我们比如说我们先不写 我们就写一个Path 就是先占个坑 然后我们之后回来再 回来再填这个东西 那我们先定义几个test cases 比如说test cases 我们可以用那个Dictionary Dictionary就是见词对吗 对吧 我们之前讲过key value key就是比如说我写一个test cases 然后value我就代表它是true还是false 这个它不是Path false对吧 ABA这个是吧 对吧 true 空字符串也是 然后一个字符串也是 对吧 然后ABBA 这个偶数个的 对吧 true 然后我们再随便写一个 这肯定不是对吧 false 然后我们这边 这边写吧 我们先for 对吧 test in test cases 这个是for它的keys吧 我如果这么写的话 它的循环就会test的 就会是这些keys 对吧 或者默认你可以说点keys也行 但默认的话 它就是他点keys 然后我可以 我要返回它的值 就是test cases test 对吧 就是你test cases 然后你的test 这就能取得到 它是true还是false 那我可以这么写 会方便一点点items 如果点items的话 我这边就要写test 然后expected expected result expected 然后我就这么调用判断 如果刚才experindrome 对啊 我们刚才定义的这个东西 如果test 它应该是 如果不等于我的这个测试 呃 结果expected 那我它就是错了嘛 对吧 错 我就可以说print test case 然后failed 呃 expected 这个方括号是呃 大括号是代表是那个 我要参数我们的 我就可以format 第二个用它的format format 然后我传出两个参数进去 第一个就是test 第二个就是expected 对吧 那我们先看一下 如果我这边不写什么都不写 它应该会反为false吧对吧 test case face 对吧 对吧 你看 expected true expected 如果我呃 如果什么都没输出的话 那么它就是表示都通过了 那我这边可以写说 all past 我首先是等于true对吧 如果它有一个false 那么就是 如果有一个判断错误了 那么就是all past 等于false对吧 这样 然后如果我这边写说 如果all past 那么我就可以说print all test past 对吧 那它正常来说 它只要出现一个错误 那么它就不会 对吧 它就不会 那个打印这个消息 我们看一下 它不会打印嘛 那我们现在开始来填这个坑 experience Python里面有一个比较神奇的语法 就是这个s 你复主或者是字符算 你可以用方 就是方块号 然后冒号冒号 负一代表它反过来 那它自己反过来 那我就可以这么一下retain s 是不是等于反过来 那我现在如果硬行的话 它应该是只会说all test past 对吧 你看我这一改了 对不对 对这是第一种方法 那我们现在可以再想 那我们怎么去判断 它是否是相反 是一样 除了把它反过来 我们还可以 比如说我们判断这个abla 我们可以 首先有两个地方 两个指针 i和j 首先是i是指向 这里是i对吧 这个是指向i 最后一个是j对吧 就是这边是i这边j 然后我判断 如果它不相等的话 那么它就是 就是false 我就可以直接退出 如果相等的话 我要把i往右移一个 j往左移一个 这样就整个两个人 两个指针 它判断 然后如果相等 我就继续往中间移 往中间移 直到他们相遇 对不对 这也是一种方法 对吧 我们可以看一下 就是ij 我可以这么写 等于0 那它的长度 就是lan的s 写一是吧 因为字符串 是从index0开始的 那我就可以 iyi小j 他们不相遇了 知道 那么就算 如果si不等于sj s就是一个 字符串 然后si就是 di个字符 但是从0 index开始 如果不相等 那么我就是对单false 对啊 否则的话就是i加1加等于1 你可以解写i最等于i加1最减1 是吧 然后如果判断成功了 就retend true 对吧 我们再判断一下 对啊 altest pass 这也是一种方法 对吧 那这种方法理论上 要比刚才那种坏 因为为什么 我我只需要把它走到中间就行了 如果10个字符串 10个长度为10的字符串 那么我只需要这么走5个 那刚才那个方法 它是你要反过来 反过来 那你就是一般来说 也就是会比较慢一点 然后你再判断一次 你是要一次去判断10个字符 所以这个东西是会快一点 对吧 那我还有没有别的方法 我们还可以怎么说呢 我们可以 比如说 比如说 判断用 呃 用 用那个 数组 就是那个对战 对战就是反过来的那个顺序 对吧 我们首先可以用一个s 另外一个t 等于把它拷贝一下 对吧 拷贝拷贝一下 就是s 我们拷贝一下对吧 然后我怎么算呢 我就可以for i in s 然后我t t要等于 我t就相当于是一个我要从右边去嘛 s是i就是从左边去 是不是 那t要从右边去 那么就是说如果 如果 如果 i不等于t点pop对吧 他从右边去吧 那么就roturnsource 然后这个就roturnsource 看一下对不对 不对 stile没有object 因为s对对对 这这里就不行 因为你要 因为 你t字符串它是immutable 就是字符串里面它是不能改 我们以前讲过嘛 以前讲过 比如说你s等于123 你不能说s点0 你给它改 你这次不行了 因为它不能改对吧 你也不能说s点pop 因为它不能改 那怎么办呢 我们可以把它转换成一个list 转换成list我就可以pop了 list就是比如说s等于123 那么这个t等于list st就等于什么呢 t就等于123 这个第七行的作用 就是把它变成这样子 那我变成这样子 我就可以pop出去 右边的哪个 然后左边i i就是123 然后t点pop就是321 对吧 让我们看一下对不对 out is passed 对吧 对吧 这也是一种方法 对吧 然后基本上这个就是今天要讲的 我们看一下之前这个第八天 给小孩子讲的对吧 那这个方法你看对不对 这个方法就是reverse a string 这个我们没讲到 但是这个实际上是很简单 就是我们可以用这个方法 你看s 猫猫 你也可以循环便利这个s 然后把这个一个个字符一个字符 给它加到这个answer前面 这也是一种方法 那这个双子生的方法 对吧 我们刚才说了 从左到右 如果判断left和right不一样的话 那么我就返回forse 否则的话就加1-1 直到它相遇嘛 对 还有这种方法没有讲 就是直接判断用index 就是比如说 i从0到range land 然后我知道第0个字符 就是要对应最后一个字符 第1个字符就要对应第 n-1 就是第2个字符 对吧 倒数第2个字符 然后我可以直接这么算 对吧 对吧 但实际上它 你可以不用lange到 不用循环到整个lange 你只要循环到中间一半就行了 对吧 一半就行 比如说我们试试一下 就是n就等于lange s 对吧 for i in range n 对吧 我们不用到一半 我们就到一半好了 对吧 n加1好了 然后如果si不等于s 这就是n-1-i 对吧 那就returnforse 就是对应的 i i就对应n-1-i 因为你看一下 n等于0 i等于0的时候 那么这个右边是n-1 是刚好对上的 对不对 string out of index 哦 这个有点 为什么要out of index lange s s sn-1-si 哪里out of index 等一下 看一下 si是从0开始 0开始到n除以2加1 n是2 我知道为什么 因为我们刚才 这中间有一个 有个空字符串 所以有个空字符串 你到这个就不行 所以这里面它有个问题 就是如果n等于0的话 你要直接返回错 这是一个特别用力 对吧 我们刚才没看到 对 out of index 对吧 对吧 呃 然后这个就是刚才我们讲的那个方法 对不对 是吧 呃 有没有什么问题 这个很简单吧 嗯 没有 没有问题是吧 好 那今天就讲到这 啊 嗯 拜拜 拜拜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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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